把哥哥刚买的泡芙 拿过来孝敬自己的师傅 结果没想到哥哥也来到小麦家里 一时间有多尴尬就不用说了 崩巴之前还很期待晚上和本场一起吃的 不过看到他那不安的模样 反而是松了口气 知道他总是跑来这里玩 而不是一个人出去外面 这样自己就能够放心了 对于本场能交到这么好的朋友 崩巴还是很高兴的 眼看尴尬的气氛缓解下来 小麦立马跑出来感谢崩巴的泡芙 并且把可乐送给他作为谢礼 不过崩巴对于本场教小麦师傅很是在意 也不知道是教他什么的是否 这下本场就着急了 表示自己教朋友为什么要轮到哥哥来操心 而且上次去海边 如果他不在的话自己会玩得更开心 最重要的是 他还认不出自己的亲妹妹 崩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哥哥看到这个情况 准备想办法缓和一下 结果被小麦抢先行动了 这天哥哥来书店帮小麦买漫画书的时候 意外碰到了本场 上前搭话的时候却把他给吓跑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搭话时机不对 对此他很是在意 想到上次似乎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想着想着就来到了门口 因为下雨的原因 本场也停留在这里 哥哥上前跟他打个招呼 之后两人都有点沉默 这时本场终于鼓起勇气 告诉哥哥自己想成为连簧画家 所以才去书店调查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结果却被冰冷的现实给吓到了 他知道哥哥高中时代的成绩一定很优秀 但他又不像哥哥那样聪明 觉得自己没资格追求梦想 哥哥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本场很厉害 自己高中的成绩确实很优秀 但却完全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职业 只想着走好眼前的路线 当然现在也还是老样子 而本场之所以想成为连簧画家 主要是想画以师傅为主人公的连簧画 因为自从遇到他之后自己变得很幸福 也有了一定的勇气 所以想把这份心情传达给各种各样的人 通过连簧画把师傅表现出来 哥哥为本场感到高兴 觉得这件事也只有他才能做到 这时小白带着雨伞来接哥哥 顺便也借给本场一把 回去的路上 哥哥也忍不住感慨起来 想着偶尔走一下不同的路线也挺不错 然后就想起似乎忘记帮小白买漫画书了 主要还是太在意本场的事